HELLO 我們是GChannel 今天又跟大家開箱了 就是GD系列的另一隻 大家很喜歡的巴斗使用的 斬擊武神 這次叫做WOW 蠻帥的 好厲害 好像是將擊爆戰文系列加上神代合併 好帥 這次的包裝就是這個 也是巴斗使用的 GT系列 看看後面的解說 後面的解說是這個V的Chip 是一個戰神武神 大型又硬的 有兩個Lock 右迴轉的Chip 另外到列的Waze 它有三顆偏重心的點 在旁邊 可以造成巨大的攻擊力 另外就是Base 它有三個大型的Upper 在旁邊 可以令對手撞飛 是一個攻擊型的Base 然後就是B-L Disk 這裡說到 當它高速迴轉時 會有三個印飛 還會向對手造成強力的攻擊 是一個攻擊型的Disk 接著就到PW的軸心 這裡說到Gizagi-san 即是鋸齒形 平的軸心 它可以貼著盤在暴走 當它攻擊的時候 軸心前面就會縮低 而且硬的Lock 可以造成攻擊型的軸心 接著就有一個GT Ability 這次的能力是Upper Slash 即是上段的斬擊 這個文字解說 當它攻擊對手的時候 由於它有一個很有power的軸心 會縮低然後很猛力的撞擊對手 而且是攻擊對手的下段方 另外它有一個很硬的Lock 就可以全力把對手撞飛 OK 就是這樣 包裝上就是這樣 解說就是這裡 現在我們就 拆開箱看看 然後再貼上貼紙 回來再跟大家研究一下 貼完貼紙回來了 就是這個樣子 哇 斬擊武神 英俊 英俊 它有些金色在這裡 整隻陀螺都立即聰明了 另外有這三個印 哇 正啦 這三個印 如果之前有玩擊爆戰魂初代 玩勝利武神的時候 就很懷念這三個印 這次造成上段攻擊 應該更加之厲害了 可以一下子撞到對手 完全將它撞飛 就是這樣 我們拆開每個部件解說一下 先來就是三個部件 再將它分出 第四、第五個部件 就是這樣 總共有五個部件 這是斬擊武神的Chip 接著到 烈的位置 有三點 如果算平衡來算 其實這個是不平衡的 因為這三點聚在這邊 這個就在這邊 其實是不平衡的 另外一個Base 就是這個 接著到鐵 這個鐵真的像一號鐵 這個叫BL鐵 就是這樣 另外再說一說 鐵在轉的時候 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就會飛出三枚小印子 這三個 就可以攻擊敵人 就是這樣 這三枚印就這樣飛出來 另外就是那個軸心底 PW軸心 POWER 剛才說它會縮的 就是這樣 然後就會鎖住 陀螺面 令到它可以 在一個不會擊爆的情況下 撞在對手上 因為它有三枚印 怎樣鎖呢 要整隻撞在它 才可以解說到 按住它 這樣其實是很難把它扭開的 很難把它扭開的 如果這樣扭開 聽到 我現在按住它 這樣扭開 要一點力才可以把它扭開 有一點卡住 你說它是不是完全好像之前 超Z的 把它擋住它 不是的 就是這樣 好 先看看每一個部件的重量 這次有這麼多零件 其實到你出去玩 散開的時候 都要很久 而且要配的時候都頗辛苦 好 先綁一下BASE 9.24 然後倒鐵 28.63 然後倒底 底部比較輕 6.38 另外倒個chip 這個chip比 黃牌神龍的重一點 然後倒個weight 不知道多一點會重一點呢 8.68g 又不是特地重太多 整隻撞在一起 是怎樣呢 就是56.03 又不超過60 好 我們看看lock 剛才說到有兩個粗lock 其他兩個粗lock 就是這樣 兩個粗lock 就是這樣 一個 就是優點 一個就是勁厚的 其實實際上只有兩格 可能勁厚這一格 相對比較難 就是難撞起它 所以 它就算實實的 扭上去聽聲音 我覺得難的 扭掉整隻東西出來 沒有剛才性能那麼容易 扭上去聽聲音 都是難一點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也不可以轉 這個也不可以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剛才磅重 跟大家解說過 今次的斬擊武神 就是這樣 真的蠻帥 武神 無論如何都要出來給大家看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有請大家留言 之後會玩一個對戰 到時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條影片再講過 繼續講GT系列 掰掰 斬擊武神 多英俊